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就是 長野久異為什麼會被巨人列為保護名單以外 長野久異是因為 玩家號FA到巨人 然後呢 他FA到巨人之後呢 廣島有權跟巨人要一個補償的人選 當然還加上錢啦 但是有權利要跟他要一個補償的人選 那他就是 在這清單裡頭呢 在保護人名單裡頭 保護人名單就是說這些人你不能挑 但是保護人名單以外的人你可以挑嘛 這就造成 廣島就選了長野久異 那可能大家就覺得說 很多人就覺得說 長野久異耶 怎麼可能會選長野久異 因為長野久異他是一個巨人隊很關鍵的一個人物啦 那就要等惠心哥來介紹 那我們就要請 惠心哥跟我們介紹一下 長野久異這個人 等你啦 開始囉 等你啦 等你介紹 長野久異 因為我 你竟然在發呆 先打聲招呼 哈囉惠心 那個一平兄 還有一平兄 線上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我叫惠心 他跟一平認識很久 那今天很榮幸 接受一平兄的邀請 來這個節目 跟大家聊聊長野久異 還有FA補償 還有再來未來巨人的一個動態 還有楊帶剛在巨人對外野的一個競爭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首先我先對長野久異的一個生平 我先一個簡單的介紹 因為有我個人的一個印象 那當然大家很清楚就是他拒絕了兩次 別隊的指名 第一次拒絕了火腿 第二次拒絕了火腿 到第三次才接受巨人的第一指名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是一個 充滿巨人愛的一個球員 那但是 充滿巨人愛的一個球員 其實不只是長野久異一個人 以前也有一個叫做鋼本光的球員 他也拒絕了別隊兩次 那再來我們回到正題 就是他抗野久異在第一年 新人年的時候就開幕一軍 然後從此之後就很少下過二軍 那唯一兩次 就兩次而已 一次就是新人年 那一次就是2015年 因為那一年他實在打得非常不好 他那一年只打了兩次 那他新人年打了19隻拳雷打 那19隻拳雷打很厲害 等一下 講話的順序錯了 你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 他是怎樣 高中有拒絕哪個球隊嗎對不對 然後大學有拒絕哪個球隊 這個順序要先講 不然你一下跳到職業了 不對啊 對啊 沒有啦 我給一瓶兄我read的稿 但是我想說我盡量長話短說 沒有前面的比較有趣 因為我們就很難去想像 為什麼我可以進職棒 可是我卻不進 這很重要 而且他表示他跟這些球隊結下兩指了嘛 例如說 火腿隊 或者是火腿隊 他就跟他結下兩指 所以你這段 這段一定要其實要詳細介紹 對 2006年他拒絕了火腿第四指名 他當時是日本大學畢業 他進了社會人本田汽車 本田汽車兩年之後 他重新出來參加選秀 但是被羅德第二輪選上 還是拒絕 他當年的巨人第一指名 他是指名大田泰士 那大田泰士當時是一個非常炙手可熱的球員 所以巨人並沒有把 並沒有把一個第一指名選在一個24歲的選手上 那直到09年才給他第一指名 那我記得 XXXX應該是巨人隊隊史當中最老的第一指 25歲 那可以繼續的嗎 可以繼續的 可以繼續的 他到底是拒絕幾次 先 拒絕羅德 然後再拒絕火腿 對不對 先火腿再羅德 先火腿然後再羅德 然後經過了千辛萬苦 第三次終於進了巨人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這個球員 這麼喜歡巨人 一直拒絕別的球隊 然後就一定要加入巨人 然後到最後他又 你看他一開始的時候不是第一指名 對不對 所以表示說第一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他表現沒有真的那麼好啦 其實能夠進職棒都是表現非常好的球員 但是他第一開始不是第一指名 所以他後來他自己還發奮圖牆 把自己弄到第一指名的位置 對不對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自己很努力嘛 讓巨人隊覺得說 不會因為你喜歡巨人 我就要選你啊 對不對 全世界的人都喜歡巨人 對不對 那我不一定要選你 那他自己又很努力的 去拿到第一指名的身價 然後呢又可以加入巨人 我覺得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 有很多球員 他們都希望加入巨人 可是不能如願 也許他們也不用像長野九一一樣這麼努力 對啊 好那我們就從 剛剛中大的地方開始 對 對對對 那確實 參與九一符合是身價 他在第一年 新人年就打19隻全雷打 然後上一個可以打19隻全雷打的新人 大家猜猜猜看是誰 就是高橋永勝 喔 然後原成德打了22隻全雷打 不過那個 那個 新人 野手新人可以 一年可以打20隻全雷打 接近20隻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要他打20隻 那就篤定是新人 那你10勝都 投手10勝不一定會是新人王 但是你野手可以打20隻 那基本上就篤定一定是 那他當然就是 新人年就表現非常好 於是就取代了古家之 古家之是一個 大家如果熟悉日本直棒就會知道 他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選手 很厲害的選手 那 191他直棒打下來 那基本上他是屬於一個 比較慢熱型的球員 他就是大概在開幕的4月5月 當時日本人會比較冷 所以他的手感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到7、8月的時候 他的手感會 極速的升溫 有時候連續兩三場比賽 打個兩隻三隻安打 那種兩隻三隻安打的情況 都非常容易出現 那所以說對於巨人在爭冠的道路上來講 還蠻有利的 因為7、8、9月就是 最 就是優勝的 優勝關鍵時刻 那他跟 其實如果 如果說教練 知道說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旺的話 那你也蠻好用的 對不對 我就知道你是季後賽先生 我就知道你是 球技一開始就打得很好 你就可以幫大家先生奪人 如果你真的一直都是這樣的話 那可能可以接受 因為你調整的 方法就是這樣 對不對 最怕的就是 我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要爆發 然後 你在無關的比賽 又打得很好 然後你在重要的比賽 又軟腳 那這樣就不行 那如果說 你是一個很穩定 你每年 這個 今年 我就知道長野球衣 身體健康 一定是健康的 而且今年他一定可以打 20隻全力打 那就很棒了耶 這樣的球員是很棒的 因為 因為教練可以 算得出來嘛 長野球衣可以打20隻全力打 所以呢 他是個可以計算內的戰力 這個戰力是可以計算的 我們不要很多 不要可以計算 例如說 雷亞斗 大家都覺得 火腿雷亞斗打那麼多隻全力打 應該是很好用的球員 但其實不是 因為 他很不 他不很不穩定 那很不穩定的情形下 明年可能會打得很好 也有可能他明年 就完全都不行 那這樣的話 教練就很不喜歡用 那長野球衣 理論上他應該是一個 教練喜歡用的球員 因為他 他任何項目 都是中規中矩的 對不對 非常棒 非常穩定的球員 無論是在速度上 防守上 還有打擊上 都非常的穩定 就是除了他慢熱的缺點之外 對 那他 那再來就是他 新人年過完 他就拿了新人王 那再來就是 第二年跟第三年 他拿了打擊王 跟安打王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2011年跟2012年 這兩年 都是用統一球 如果自身一點的日本 職棒球員 就會知道統一球 代表什麼意思喔 簡單來說 他就是一個比較不會飛的球 然後很多球員 就是被拒炮 都發現 欸怎麼好像安打啊 全球打啊 好像都打不出去這樣子 結果 唱野九一在這兩年當中 表現得非常好 一年打的打擊王 一年打的安打 這樣 那就是跟版本勇人 就是 版本勇人當然就是一個 combination 就是一個搭檔的意思 唱野九一打第一棒 版本勇人打第三棒 然後阿布打第四棒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巨人 在第二次二連 欸講錯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原成德在第二次二連罷了 三連罷的時候 就是一個 攻擊的一個主軸 那也參加過 國家隊 WBC第三屆 那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客氣 非常中規中矩 一個日本球員 那也沒有發生過 任何場外負面的新聞 非常符合巨人隊 的一個聲勢形象 那 唱野九一 那我就介紹到這邊 那基本上也打過 巨人隊的第四棒 就是一個巨人門面的一個選手 對 所以大家才會很意外啊 像這樣子 就非常巨人 巨人臉的 臉的一個選手 大家就是 提到長野九一 就知道是巨人 提到巨人 他現在還沒有辦法 立刻聯想到長野九一啦 但是至少 就是說 他大家都 大家都認為 長野九一一定會在巨人打到老的吧 結果沒想到 他竟然在 這個 FA的 保護名單之外 然後被挑走 那我們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畫面左邊這邊呢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會心呢 他評估的一個名單 這是猜測的啦 就是說 保護名單到底裡面到底有誰 這個保護名單呢 巨人官方 跟 廣島呢 官方 他們是不會公佈的 所以他不會告訴 告訴其他人說 我們這次保護名單有誰 在保護名單以外的有誰 他不會跟人家講的 因為這樣傷感情啦 如果說讓人家發現說 讓現在還在巨人隊的球員發現說 原來我不在保護名單裡面 那是不是感覺很怪嗎 所以他是不會公佈的 那這都是我們猜測的啦 我們猜測 就是會心他 他 思考過後 覺得說 巨人隊可能是朝這個方向去 編排 編排 這個保護名單的 那我們就請 會心來解釋一下 他為什麼要這樣認為 這樣認為說 哪些球員可能會在 保護名單以外 哪些球員是巨人隊 一定會留下來的 那 剛剛有聊天室裡面 大家有提到說 欸阿布會不會在外面 那這個一定要來討論一下 是 是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名單 算是回推啦 所以就要這個名單就是一個 馬虎 馬虎 如果是我選擇保護名單 我一定毫不猶豫吧 長野九役一定放在保護名單當中 沒有為什麼 因為長野九役就是去年巨人 三個外野手當中表現最好的一個 兩成九 然後又打了十四支全壘打 就是一個長野九役 很平常輸出的一個成績 非常的穩定 你就讓他 就算明年甚至後年 你再期待他要打出這個成績 我都覺得值得期待 這樣子 那 好那我們簡單來看這個名單 那就是說 簡單來說 非保護名單當中 最理想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廣島一個選手都不想要 他只想要錢 這樣子 你給的這個名單就很爛 裡面的球員就是沒什麼好挑的 然後反正他就最後只能要錢 他居然就是錢最多嘛 對不對 但是廣島 基本上他也算是 可能算是七敵吧 他基本上他也跟大家講說 他希望能夠找年輕的選手 作為補償人選 那也確實 因為廣島去年 冬季的表現 確實不如預期啊 再加上那個 傑克森離隊 一個外國的投手 傑克森離隊 所以說他正宗當中 其實去年表現好的投手 只有一個 布朗斯瓦 布朗斯瓦他是 防禦率在2以下 然後 那個中期翔太 左部神中期翔太 防禦率也是2.7 2.8 就這樣 其他的都是超過3或4 那基本上廣島就是 俊也就是靠打擊來填補 比賽後半段當中 那個投手不穩的情況 那 那當然啦 巨人這28的名單 因為巨人時代非常多 好手可以 需要保護 那也很 那所以說他的保護名單 其實非常不好開 那一定就會有一些很好的選手可以流出 大家可以看到說就是 一些耳熟能詳的選手 就會在這個保護名單之外 或者是被我列在危險名單當中 好那 這個名單當中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齁 我投手當中我選了保護的15人 因為巨人他可能接受到情報說 廣島會選擇年輕選手 那當然巨人就會很怕以前那個 一缸龍絲的事件 再次發生齁 廣島一缸龍絲的事件 大家知道一下就是 前幾年 大概三四年前 巨人把原本作為守護神 培育的一缸龍絲 把他放在保護名單之外 就給了廣島選走 就廣島選走了之後 馬上 立刻就得到很好的一個發揮效果 然後巨人就損失了一個 未來的一個戰力 那巨人怕這件事情再發生 所以他保護投手 甚至保護到15人 都是非常合理的情況 那再來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 這個表當中 當然如果你是投手的話 就會被我認為是 積分一定是比較高 只要你是投手又年輕 就像你會留在這個名單當中的 機率就會比較高 那值得一提就是說 阿布 阿布到底有沒有在這個 保護名單當中 那我自己認為是 應該是有 因為阿布 確實 因為當然第一個 情況是 阿布就是巨人 這十年當中 最重要的球 如果他流出的話 那可能 球機他還不用打 就已經暴動了 就已經暴動了 不是翻臉喔 是直接暴動喔 還不用打就直接暴動了 那再來就是說 袁仁德希望他阿布 回到捕手的崗位 以第三捕手的身份 來帶領球隊 那又可以 堅任左帶打 所以他基本上來講 就是一個 很對上的老大哥 然後又是一個 重要關鍵時刻的出場的球員 那又堅任第三捕手 但是巨人可以少帶一個捕手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阿布的問題 阿布的狀況是 雖然 他擺在名單外 可能 人家也不會挑 但是 巨人模仿冒這個險 那 因為像這樣的 精神領袖的球員的話 實在是 不能冒這個險啦 如果他被拿走的話 可能這個球隊 比現在長野或是內海的 影響會更嚴重 會更嚴重很多 所以 所以實在是不能這樣做 那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阿布已經被認定為 一定是會 未來一定會接巨人隊的監督了嗎 那 如果說像這樣的球員 還要 還要被 裂在保護名單以外 然後到時候 真的不小心被廣島選走 那也很怪 那真的是很 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說 你說誰是 誰是 親兒子 誰是乾兒子 那就有差了 阿布絕對是親兒子 所以 你想阿布或版本 這樣的球員 基本上 我覺得是不可能 被列入保護名單以外的 但是呢 但是如果長野跟內海呢 我們都已經無法想像了 長野跟內海 都已經無法想像 如果哪一天真的 阿布跟版本 被拿去交易 或幹嘛的話 我們就相信 這個世界快要毀滅了 哈哈哈哈 真的就有這種感覺 就是會覺得 人家 就是覺得 啊這個 真的是日本之道就變了 現在已經讓人覺得 很驚訝了 真的已經很驚訝 因為以前是覺得 其實已經變了 真的已經變了 以前是絕對不會去想像 長野九一跟內海 被交易 或是換到別隊 以前不可能想像 你一講出來 就被人家笑了 但是呢 現在真的是什麼事情 都有可能發生 啊對不對 好 是 那現在要跟大家 對 你先講 不好意思 那再來就是要跟大家提到 就是 余左見真武 不好意思 我們先把那個 長野九一講完 再來就是龜頸扇行 我把它特別列上一個紅字 那表示說 連長野九一 連長野九一內海 哲也這樣的球員 都被列在非保護名單 那基本上龜頸扇行 就也一定是非保護名單當中 那基本上也是一個媒體猜測 另外一個大咖 那有一個 有一個球員 我沒把它列在非保護名單當中 那個 大竹寬 大竹寬 其實就是跟內海 就是去年表現差不多 年紀 年紀就小於歲而已 其實我認為大竹寬 其實應該也是非保護名單 但只是 大竹寬他很便宜 他只有兩千多萬日幣而已 那 就他居然有可能缺一個長中計 那大竹寬有可能 明年會過單長中計的一個角色 另外還有一個考慮的點 如果大竹寬放進去了 廣島又選又把它選回去 那不就合了廣島的意義了嗎 你這個單子 一定是要讓廣島覺得非常難選才行 如果是大竹寬放在裡面 我看廣島一定會選的 一定會選 雖然說可能對巨人隊的戰力 是沒有什麼差別啦 可是對廣島來講就有差囉 就有差了 他得到一個熟悉他們球隊 文化的一個球員 他又回去了 這是差蠻多的 所以我怎麼樣 我也不要讓你秤心如意的 對不對 那余左劍真五 他的情況是說 因為我們 因為巨人他補強了 炭骨燃燃 那多了一個捕手 那當然 那個捕手就會排起效應 當然余左劍真五 他的一個分數 就會被壓得很低 但他去年也沒有什麼成績 雖然他是一個非常被看好的一個球員 可能公有於手的捕手 對 那其實 那這個名單 大致上就是 大致上就是到這邊 好 那我們是不是需要換另外一個名單 就是有一個叫 有一個是陣容的 陣容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齁 就是說另外一個 好現在看到的是那個 巨人隊 巨人隊的 陣容的畫面 那這個部分 可能 也可以值得討論 因為他是 他是把這個 投手啊 補手這些 依照守備位置來分 那可能可以 再做一些討論 是 好那 當然就是 我們再來就是提到就是 廣島 對他的補強的方針 我們先 我們先講 我們先名單先開出來了 我們再來就講廣島要 那廣島補強的方針就是 基本上他 我前面講的第一個就是 他要選投手 他要選投手 那因為讓他中繼就是不行 那第二個 當然第二個缺就是誰 誰的缺 玩家號的缺 玩家號離隊了 所以誰要補 誰要替玩家號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就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 光島去年 去年底離隊兩個球員 一個是 Eldoret 一個就是 新井貴號 退休 所以他的右打的兩個強棒 都離隊了 那誰來 誰來替補這個 他的缺雷 所以當巨人 派出有長野久役這個缺的時候 哇一下第二項第三項都符合了 我是廣島 我會選長野久役啊 對啊 我們一開始的思考 我們一開始的思考 會覺得廣島隊比較窮 好 巨人隊大概也思青裡面還是這樣想啦 認為廣島隊就是一個比較窮的球隊嗎 是 那如果像長野久役這樣子的薪水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不划算 所以他就不選 但是廣島已經變了 我相信廣島現在比較有錢了 因為他的球迷真的非常多 像我們如果說去日本看 日本看球的話 廣島隊的球票已經變成 不是你當天去看就會有門票的勒 幾乎都是滿的 廣島隊幾乎都是滿長的 跟巨人跟板神已經沒有差別了 所以我相信他的票房 他的收入已經夠一個程度了 然後再加上他可能覺得 他已經藏到銀球的樂趣了 銀球的重要性他已經知道了 他知道 票房要繼續好 就是戰績要更好 那我現在玩家好跑掉了 我必須要補一個戰力 而不是我去在乎錢的問題 那玩家好既然去了 玩家好賠的錢 剛好就拿來給長野久役花 拿來當成長野久役的薪水 那他算一算這個算盤划算啊 對不對 很划算嘛 就是說他戰力沒有損失很大 然後長野久役一來了 又可以帶來一些巨人的新的東西 一個名將帶來的東西可能會不錯喔 那我就覺得廣島變了 可是巨人不知道 巨人沒有感覺到 沒有那麼敏銳的感覺到廣島的口味變了 我們球迷也覺得 欸好像不會吧 這麼貴的球員 對不對 但是廣島是覺得 我也覺得巨人其實沒有想到 對他沒有想到 雖然巨人有可能他的想法是說 真的如果有老將被選手齁 那我就 有點如法炮製一下 跟那個去年 跟那個去年那個春田敵隊 然後鋼本大爆發一樣 對 那我今年的期待一個 新人也來爆發一下 不過我覺得巨人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我的感想是這樣 廣島不是那種球隊 廣島不是那麼多 我的感想是這樣 我覺得內海他是知道會被選手 因為內海比較便宜嘛 一億還可以接受嘛 而且他 而且內海是完全符合西武需要的球員的 好 而且 就像是 內海去的就是補橘池的缺 橘池的缺嘛 而且西武的投手群都很菜 所以內海去了 會有一些經驗傳承 對不對 然後他又便宜 而且他今年又沒有 又投的不錯 都符合 但是呢 巨人還是很捨得的把他丟掉了 把他丟在保護名單以外 讓你去撿啊 因為 巨人這邊有很多年輕的好的做頭手 都已經排不上去了 年輕的 中生代的老的 都已經排不上去了 所以內海被選 似乎是巨人對意料之內的 但是我覺得 長野久異 可能是在意料之外的 因為他認為長野久異太貴了 廣島不可能去選 有可能會有這種感覺啦 但是呢 卻被僵了一軍 廣島覺得 剛剛除了還談到的 這些長野久異的優點之外 還有一個優點要提的 就是 廣島拿的長野久異 他其實是削弱了巨人隊的戰力 公司這一點又是賺到了 廣島又賺到了 因為我們同一個聯盟 他想到 我以後不用再對付長野久異了 其實巨人隊又被削弱了 他好不容易有個這個機會 所以其實 剛剛討論的東西 這方面的程式都很值得思考啦 這樣 是 那好 那目前就是 再來就是 今年巨人外野手的競爭狀況 再來確定長野久異離隊之後 那巨人今年的外野到底競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那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他所謂的楊帶剛 那再來就是 前年的拳打王 那個 葛雷諾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重信聖之界 他是 腿哥 那還有 立剛中一郎 四個 那還有 龜錦扇行 那個 就像是左檔 左檔 我覺得他今年會以代打為主 那 再來就是大家熟悉的 鋼本和珍 鋼本和珍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出來 因為 鋼本和珍有守過外野 他以前在二軍的時候 演過外野 那如果今年巨人要排出一個 超級的攻擊的一個正式的話 他就會把鋼本和珍讓他回去 走外野 那我其實今年在 其實去年的比賽 我其實就看過幾場比賽 鋼本和珍在比賽後半段的時候 跑去回防右外野 我有看過 那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比較那個 比較年輕的球員像是 何田煉 何田煉 他是巨人蠻期待的一個 新生代的 攻擊手 那在去年在二軍打了 十九隻拳衛打 二軍 那還有一個叫松原聖明 那也是腿哥 還有一個石川聖武 大家可以看到 這名字大概就八九個 所以其實巨人的外野其實非常的急 那目前唯一確定位置的只有一個人 就是玩家號 其他的 全部都要競爭 包括楊帶鋼 包括葛雷諾 你之前打過什麼成績 不管 就是大家來競爭這兩個先發位置 那就很像是去年的春訓 那個 去年的春訓 就是剛本和珍在春訓的時候 熱身賽 他贏過了阿布聖之柱的表現 就是他順利的取得開幕一軍 一雷手的一個資格 然後從此出現他的一個 橫空出世啊 就是 出人頭地的意思 那所以說 那剛 那剛雖然是一個 很強勁的競爭對手 但是其實 還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巨人的競爭對手真的太多了 而且 原成的 回歸 原成的回歸 基本上 原成的調度 我們 事後有機會才來談一下 他是一個雙量的 對 不能掉以輕心 那那個 呃 我自己是會覺得啦 如果一個 這個好的選手 他如果現在是 守 一壘或是守三壘 他打得很好的話 如果還要再 離到外野去 會覺得 萬一 這樣子害他打不好 好像不是那麼理想 可是 這個聊天室裡面有人提到 其實 其實這 這不是一個 少見的現象 就是說他去 他去年球季就已經 有守外野 在義軍守外野了 所以我覺得還好 這我相信覺得還好 而且是年輕選手 然後呢 呃 有一個 聊天室裡面有一個人提到 他說 阿布帶打的話 手臂就會換到一壘 然後 鋼本就可以去外野 好 我猜可能是這個 真的是這種想法啦 真的很有可能 對不對 這個想法蠻好的 我有聽到一個想 我有聽到一個情報說 原成的說 今年 阿布不會再回到一壘 已經 就講明白了 就是不會啦 當然很難講啦 人都可以反悔 人都可以反悔 那個什麼 春訊啊 跟熱身賽 正式比賽之前 任何話都可以亂講的 到最後 到最後都不去這樣做 就像 有很多教練都會說 今年呢 我們就要用速度來壓垮對手 結果上來的 全部都是胖子 都亂講的 所以 所以一切 一切都很難講 但是 但是這個道理是很有道理 因為 對阿布來講 本來就一直都在守一壘啦 所以 阿布到底會不會回到補手的位置 其實我是 純疑問的啦 因為 如果說阿布可以回到補手的位置 那前幾年就不用搞那麼麻煩啦 他就一直蹲補就好啦 對不對 何必那麼麻煩 一定是蹲補很辛苦嘛 對他來講 負荷太大 所以他才會去守一壘 而且是一整年都守一壘喔 沒有說 是 並不是說偶爾去守 是一整年都守 守到那個 我們在我們野球魂裡面 他都不能去守補手了 呵呵呵 在我們遊戲裡面 都不能守補手了 所以 你說他要再回去 然後 補手的話 如果說你去 只去 例如說第九局再讓你去蹲補 那也很奇怪啊 那是不是很奇怪 作用不大嘛 又不是說 其實阿布他的定位是第三補手 第三補手 基本上就是 第三補手 其實就是 不會上場的補手 他可能就是 預備中的預備這樣子 一場比賽 可能最多就是 補手就是換一次 那阿布 其實他主要的功能 還是帶打 那第三補手 只是算是一個 cover的意思 一個附加價值啦 但是 但是這個東西 到底 對巨人隊的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還是很小的 我覺得 你真的 想要看到 阿布變成一個 先發補手 我覺得太困難了 而且不會表現很好的 因為 因為這個東西太久沒去練了 實在太困難了 好 就像 我現在聊天室裡面 YO YO大將軍在提阿 說 說陽代剛 可以去守 守回去內野 可是其實守內野 真的不是像 我們遊戲中這樣 你有一個四星 你就可以去守 不是耶 真的不是 內野要配合東西太多了 而且他還太多年沒有去守了 好 不是像鋼本 鋼本很年輕嘛 然後在二軍可以練過以後 再上來 然後他又 一雷外野都可以守幹嘛的 我覺得陽代剛 是不可能去守內野的 所以如果 講說陽代剛 會去守內野 好啦 陽代剛如果去守內野 我就羅奔啦 好不好 不可能的 不要開玩笑的 那會心你會不會覺得不可能的 對不對 他如果真的可以去守的話 早就去守了 對不對 因為聚人的內野其實也不是說真的很穩定吧 除了版本之外 大概二三壘都是可以 可以 有機會讓陽代剛去試的 我覺得不可能 陽代剛到這個年紀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去試 再去試二三壘 不可能 三十一很拼啦 三十一在跑一隻手遊擊 他是手一隻手路團嘛 三十一如果在跑一隻手遊擊 大概只是在老人球的時候吧 對啊 那個內野的 要配合的東西是太多了 如果他進去內野他的 他如果真的配合得了他可能打擊就崩潰了 因為要記的東西在太多 可能不如我們在球場上看球 只是看到說 球員這樣跑那樣跑而已 但是其實他都有他一定的那個 每個球員例如說現在是柳田在打 我們還要跑到特別的位置去 那個都很麻煩的啦 要記的東西太多 捕手就更麻煩 捕手他記的東西更多 所以就覺得阿布不可能回去捕手 大概也是暫時而已 接接球而已對不對 不可能真的先發 那楊帶剛一直也是一樣 不可能說跑去那個 那如果說我們去討論那個叫什麼 王波龍可不可以守三壘 那就有一點可能 因為王波龍比較年輕嘛 而且我以前在直播中有提到說 王波龍為什麼 中華職棒要賣這個球員 可是沒有讓王波龍去守一下三壘 就後來真的耶 那火腿隊很給面子喔 那監督就說王波龍也可能去守三壘 如果說中華職棒那個時候去考慮說 王波龍去垃圾時間的時候 讓他去守一下三壘 他的價值就提升了嘛 就沒有齁 那如果說他下二軍 練一陣子 王波龍下二軍練三壘練一陣子 說不定是可以用的齁 所以很難講啦 但是我覺得楊帶剛手內也是不可能的齁 不是那種型 而且楊帶剛他的 現在受傷的機率也慢慢提高了 你在內也受傷機率很高 會比外野高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可能 你覺得應該不可能 然後我們還要再提一個東西 就是在這個長野九役的 到廣島的這件事 還沒有人知道的時候 有人去訪問元監督嗎 問說元監督啊 你明年的打序要怎麼排 所以他說楊帶剛要打第三棒 你記不記得這個新聞 有有有有 有這個新聞嘛 然後我聽到以後我就覺得很驚訝 我本來要下毒士的 我說楊帶剛 我本來要下不是真的要下 我說楊帶剛如果打三棒 我就是羅奔之類的齁 我覺得不可能嘛 因為然後我還後面還附註了一句 我覺得長野打三棒還差不多 結果就沒想到原來如此齁 元監督的腦子是真的 那個時候他已經知道長野完蛋了 他17號的時候才發布這新聞 但其實在更早的時候 他們已經知道了 可能已經知道了 對 對那只是說不能公布而已 對阿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元監督 我就覺得 那個時候如果夠敏銳的人 可能會發現 為什麼長野拳 九億沒有在規劃裡面 對不對 如果你夠敏銳的人 你會發現 我們不夠敏銳啦 我們只會下羅奔的毒士而已 後來發現還好我沒有下齁 因為搞不好真的楊帶剛 三棒 然後當玩家號二棒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對的齁 好像是對的齁 因為如果沒有長野的話 確實是這樣排 好像是比較正 好像是可以試試看的 那當然另外考慮一點 是說 楊帶剛 進來巨人 應該跟元成德也脫不了關係 因為元成德是類似巨人的角色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覺得 楊帶剛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那 高橋的聲部會用而已 對不對 他覺得楊帶剛很好嘛 所以他想說 楊帶剛如果打三棒 巨人就會拿冠軍 對不對 所以他我們在看成績都好像不怎麼理想 可是他卻很捧場的說 要讓楊帶剛打三棒 好像不錯 楊帶剛主要是有傷啦 主要是去年跟前年剛好都有遇到一些傷事 所以說 變成有點中斷那種感覺 對 他去年打了 他去年才打了第二場比賽 就被出身球打到 這個也算他衰啦我覺得 但是 每個人的身體齁 走下坡的 速度不一樣 對 如果你真的走下坡了 隨便一個傷 你就開始受傷了 對對對 你年輕的時候 怎麼踢怎麼揍你 都不會受傷 你或是說 你今天被打到明天就好了 沒有錯 可是 如果你身體走下坡 你的鍛鍊 你的訓練不夠結實的話 你可能到最後 動不動你就受傷 就變玻璃了嘛 大家都講玻璃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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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講啦 當然希望楊大剛不要受傷 如果不要受傷 可以拿出一個好表現 齁 拿出他 攻守俱佳的好表現 當然是我們 所樂見的嘛 齁 希望如此啦 對 好 那 來 看他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地方 那再來 就是廣島的部分嘛 廣島加入了長野九域之後呢 那我個人 預估他會跟松山龍 欸 松山龍品 來競爭那個外野手的位置 那雖然長野九域去年表現得很不錯 但是其實他到廣島也是要競爭 那玩家號的缺我覺得應該就是讓 野間 讓野間整個接下來 野間其實去年就已經表現了 120幾場 其實就已經幾乎了在比賽 比賽有時候先發 有時候在中歐班戰出場 也持續了120幾場 那我覺得他明年 就會頂住玩家號的缺 就會讓他持續先發 那 那長野就要跟下雪流昂 跟松山龍品 還有跟那個 跟一個外國人叫什麼名字 欸 把雞撒 把雞撒 就把雞撒 真正之類的 他們要做一個競爭 這樣子 所以廣島也是 廣島也是很強啊 臥虎長龍 都很強 但是不管啦 那不管是楊帶鋼還是長野九役 我相信他們都已經 他們雖然要競爭 可是他們還是站在優勢的位置上 因為他們都是名將啦 而且又是這麼貴的球員 他們都會一開始就站在位置上 那我相信明年 應該OK啦 可以看到長野九役在外野 然後 這邊有人提到齁 巨人隊好像不喜歡攻擊的第二棒 但是我記得 巨人隊以前不是喜歡把那個誰啊 呃 之前樂天的那個洋將叫什麼名字啊 就是今年已經沒有序列那個洋將把二棒嘛 喔 馬騎 對 新馬騎 馬騎 馬騎齁 對 就他把他放在二棒啦 所以巨人也是有這樣做 有這樣做過 就是把二棒排在最好的 超攻擊一陣勢 超攻擊打線啦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 那眼小鈴城市打的很差 那基本上比 那那個 你知道齁 比七八九棒的應該都說這個叫做下位打線 然後我第八棒又是一個弱棒 補充 第九棒頭更打不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打線到了七八九 就自動被掉啊 所以巨人為什麼 打線一直沒辦法給人家威脅 就是說打線不夠厚 然後比賽 然後呢 下半段的打線七八九又很弱 對方就爽爽過 我只要壓制你前面六棒 你就那我就爽爽過 所以說他才要盡量把 好的球員 打擊率好的球員 盡量往前擺 那基本上第二棒的攻擊 有人國外做過研究 就第二棒攻擊的OPS 如果你第二棒擺出攻擊的球員 他的OPS 如果成績相等的話 他跟第四棒 其實他只輸第四棒而已 這是大聯盟的完美 對 大聯盟都有 認為說 最強的棒是應該擺在第二棒 有這樣的理論 因為認為說 第二棒上場次數比較多 出來的數據可能就會漂亮 那你如果擺第四棒 前三棒都掛點的話 你就沒用了啊 對不對 擺第二棒是得到的打擊數是最多的 跟美國的棒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就是 日本跟美國棒球的觀點也不一樣 就是說 因為美國的打擊的power好 他可能第一棒就可以打一次二雷安打 我第二棒再打一隻安打 他所以就可以直接回來了 對對 他可能就不要說 連觸擊都不需要啊 對不對 那可是 巨人 不不不講了對不起 日本的球員 power比較沒那麼好 可能大部分就是一雷安打上壘 或者是保送上壘 那你之後推進就很重要 而且你二棒你不能擺喜歡常打的球員 因為相對而言就是雙殺打會提高了嘛 提升了嘛 那第一局上半或一局下半你沒有得分 其實差很多耶 因為棒球很多都是一局上半一局下半 得分以後 照這個走勢去走的 所以日本是很喜歡觸擊或幹嘛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因為齁 已經變成一個打者的聯盟了 所以可能二棒擺最強棒也是有道理 因為一棒可能相對擺更強的 例如說以後我們可能會看到巨人隊一棒 一棒例如說你現在擺羊帶槓 或是擺玩家號都會變得非常強 對不對 因為一棒就先上二壘再說啦 或是甚至於一棒就全能打再說 先拿到一分再說管你的齁 隨便亂打啦都可以 現在因為是打者聯盟的關係 如果說你是投手聯盟 那你二棒你就不敢擺那種回大棒的選手了 因為你可能必須要推進 然後安安打 然後得一分 然後靠這一分贏球嘛 所以二棒就不敢擺強力打者了 就要擺技巧型打者 讓他左推右拉 然後觸擊都可以做得到 這樣子可能OK啦 結果我們現在聊天室也很好笑 大家紛紛的在討論 一棒要擺哪些強打者 還有人提提鋼田 然後也有人說巨人隊之前有排過那個 就是把那個羊將 羊將那個羊將叫什麼名字 葛雷諾排第一棒啦 葛雷諾有排過第一棒啦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熱射比賽了吧 熱射時間了吧 還是怎樣 不是 因為葛雷諾他打得很差 他就是很容易會雙殺打 就是他在中心打現在起不了作用 那為了要讓葛雷諾調整 所以甚至把個人如果打第一棒 就是你如果要死 你自己一個人是死就好 你不要一棒兩個人出局 不然是成功發生 對啊 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昌葉也是有啊 就是昌葉他有一年 2015年打的 他那年打的圓城 那什麼 那這當年圓城 當年我記得圓城的 給他打的各種棒是 一棒二棒 六棒 七棒 八棒 打到第八棒了 讓昌葉九一自己調整回來 對 對 就是喜歡把他擺第一棒 因為 因為對於 對於這些打者來講 他如果原先他後面的棒 只要調到一棒 就要求他說 你好好看球 你試壞上壘就好了 對不對這種感覺 這樣你不要亂揮啦 因為就覺得你亂揮嘛 你就亂揮一通 你就是想打全壘打 我就想你不要打全壘打 今天的指令就是 不可以打全壘打 今天的指令就是上壘 你不可以打全壘打 你試壞球 試壞球的話 晚上就請你喝一杯 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 所以 有時候會把他調到一棒做調整 但是通常來講 都是 這種都是調整而已 不會說真的 一棒就把一個巨砲 對對對 像踢鋼田 打一棒也是這樣 對 大概也是這樣 對啊 因為其實 投手在壘上無人的時候 就是他一定是 以一個比較放鬆的心情 來投球 一棒嘛 一棒 接著他遭遇的情況就是 壘上就是無跑者 那所以你投手就是 對一棒會比較輕鬆 所以為什麼一棒打擊率高 一棒打擊率 為什麼通常普遍比較高 因為當然 第一個就是 一定是技巧比較好的 他要上壘 再就是說 投手真的不會防第一棒 防得很誇張 沒有沒有沒有 欸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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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心理你這個理論 有問題 大有問題 根本不是 不是因為 一棒是其實最難打的棒次啊 我的感想 好你沒關係 先講你的理論 為什麼一棒好打 你講一棒好打的理論 是 那第一個 就是 一棒為了要上 一棒要爭取上壘 所以當然一定是 拳隊當中 技巧數一數二的球員 對啊沒錯啊 第一棒的位置 對這之前不是這樣 沒有錯 那但是為什麼投手 對第一棒 對第一棒一定不會是一個完整 一定不會做盡全力 因為基本上來講 比賽就是要配數 對 我真的要開始防 我要等 等你一棒上壘之後 我再開始防 對 我只要真正解決掉 我只要真正解決掉 你真正的中心棒次 我可以下裝就好 那其實那就等 你只等我安全下裝 那就等你就沒事了 你一棒上壘其實也沒什麼用 對 那壘上無人 基本上就是要 就是要放鬆一點心情去投 要配數 你要把力量留在 對 在壘上越多 越關鍵的時刻 再來 推球數 對我是這麼覺得 我的觀點是這樣 就是說 你第一個講的沒錯 就是說 一棒 因為投手他自己 可能熱身還沒熱身好 或是說他投球 他投這個角度 他可能也還沒 喬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可能這是對於 一棒比較有力的地方 可是呢 壘上無人的情形下 實際上是最難打安打的 當你壘上有人的時候 壘手就必須要遷就 壘壘上的拋者 他就必須要站在壘包上 或是要離得比較近啊 所以理論上 壘上越多人的時候 是安打越好打才對 所以那像那種 壘上有人 卻打不出安打的人 這就該死 好不好 因為如果 當你壘壘有人 你那邊的 手背位置 大家就不會 就是必須要遷就 那個跑者嘛 如果完全都沒有人的話 大家站的位置 就是一個 手背能夠達到 最好的情形去站的 不會受到跑者的影響 所以 所以壘上其實是最難 理論上是最難打 因為他上來的時候 壘上沒有人 他這個打席應該是最難打的 但是呢 又因為1棒的特殊性 所以 就會把最好的打者 打擊率最高 或是最有技巧 最能夠上壘的人 排到1棒 而不是說 1棒最好打所以他 是打擊率最高 不可能是這樣的 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 有一個觀念 就是 壘上無人的時候 是最難打的 因為大家的站定 站的位置都是一個 最 封鎖住最緊的 例如說三壘手跟一壘手 他可以離壘包遠一點 那你如果說打界外球 我不要去接就算了 不會出局 對不對 那我這樣子的話 一壘手跟二壘手 空隙就會很小 那三壘手跟游擊手 空隙就會很小 那二壘手跟游擊手的空隙也很小 對不對 相對是小的 如果說是滿壘的情形下 一二三壘都有人 那不得了了 因為大家都站在 那個守備員也要站在一二三壘壘吧 或是說他隨時要注意嘛 隨時要跑動嘛 所以他就很難去接球了 一滿壘的話 就回到正常的守備 不會指出 對 因為滿壘的 就是看你要守幾分啊 對對對 如果你要守一壘安打 你要守一壘安打 防止掉兩分 那你就是要趨錢 對對對 那你如果 稍會趨錢 你就要往後 就看當時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啦 我的感想還是 滿壘的時候 還是比較好打安打的 因為對於所有的守備員來講 他要想的事情太多了 我接到球以後 到底要怎麼處理 當然 可以下指令啦 接到所有的球 都一律傳本壘 可是 棒球就往往不是這樣 往往就出現很奇怪的狀態 所以很難守備啦 滿壘的時候很難守備 只要壘上有人 就很難守備 沒有人的時候 就是比較好守備 我的想法都是這樣 呵呵呵呵 對啊 應該還是看比數啦 根據比數當時的情況 比數啊局數啊 對你第幾局 然後幾比幾 對 所以我們如果說 看比賽的時候 當然 有人提到 一棒啊 也只有在第一局的時候 才會遇到 前面沒有人嘛 對不對 但是這樣隊還是多啦 如果是中央聯盟 那更慘了 八棒九棒都上不了壘的話 他常常也是前面都沒人 就算他是兩出局 三出 一出局兩出局 他上前面也是沒人 一棒還是難打 因為他的前一棒一定是最弱的棒 那就算是那個 橫兵隊 把 投手擺在第八棒 他第九棒其實應該也沒有辦法很強啊 所以 所以是 OK 對啊 好 那 是 我們趕快回到正題啦 對對對 我們趕快回到正題 快點講不完 對 那 再來就是 內海跟 內海跟 長野的事件的一個總結 我下一個提論 對 就是說其實 當然在這個補強的 補強移動啊 都已經告一個段落了嘛 那 內海跟長野都是對巨人 有感情 那就是一個巨人 大家有很多球迷 擁有球迷的一個球員 他們這樣子就 他們就這樣子 因為 依照補償選手 就這樣子 給了對方 那 這樣給了對方 那我覺得巨人在想什麼呢 我覺得巨人在想 當然第一個就是 延續三年 都拿不到 莊阿尼盟冠軍 連莊阿尼盟冠軍都拿不到 對 那這樣這是一個 最遠啦 巨人就是要冠軍 我是 我是巨人迷 就這樣沒有冠軍 沒有冠軍 第二名打得再好 我就這樣就是覺得 這是一個失敗的球技 這就是一個 那總是要有人出來負責啦 對 那只是說還沒拿阿布來開刀 我覺得 對 那 巨人也想說 反正 如果你真的還有巨人愛的話 那我 你就是到別隊 啊你 可以再去宣告FA 因為這兩個球員 都還沒宣布過FA 宣告過FA喔 所以 如果巨人明年真的缺 還缺戰力的話 那我就再把你牽回來 那光亮也不怕 光都選這個 他也覺得沒差 對 你把我選走了 那我就再補一個回來阿 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就是 繼續刷嘛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 長野九一用FA的方式 回到巨人的話 那巨人還要付賠償金給 廣島 對阿 所以廣島也是賺 但是呢 我覺得一個 點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 要注意的點就是 巨人明年 一定會有嗎 FA明年 每年也只能簽兩個阿 除非有十個人 宣布FA啦 否則的話 大部分上都是簽兩個 那這兩個位置 我可能也沒辦法留給 長野九一跟內海哲也阿 所以我覺得啦 我覺得有九成的機率 他們是不會回去的 九成的機率 以球員的身份 大概不會回去 但是呢 那個誰阿 那個誰阿 血骨量太就回來了 但是那個不一樣阿 那個是沒有料嘛 那一年沒有 沒有其他的東西 對阿 要看當年FA 的一個情況 對阿 那沒關係 長野明年沒有 後年也可以有 大後年也可以有嘛 對不對 他可以等嘛 內海可能稍微不能等啦 但是也沒關係 也可以等嘛 因為他如果不宣告FA 他每年都有FA資格嘛 就是說 他每年都有FA資格 所以他可以繼續等 那也許這也是一個點 他可能 明年不行 後年行 但是我覺得 每年都 老一歲啦 其實你的價值又降低了 所以你真的回到巨人 對 巨人也是要 先是 先是靠你戰力再說嘛 好 對 就是 定位 就是在投隊的定位一定會調整 對 你可能以前都是先發 對 內海就先發 先發那個 每個禮拜都有Rotention 都會負責抵抗 當然你如果 這時候再回到 如果這時候再回到巨人 又比去年的更勢尾 那有可能直殺中繼 或是把垃圾局數 那就沒用 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爭取的 對對對 那長野的話 也是一樣的情況 長野回去的機率會高一點 因為 因為他成績很好嘛 然後他又相對年輕一點 然後 打者的部分 我回去當代打也可以 可是我內海回去偷球 實在不行 又不能中繼 然後又 先發又站住一個位置 這樣子不行啦 真的太老了 那我覺得有一種情形 也可以接受 就是說 如果站在巨人的立場 巨人迷的立場 他們兩位球員 都在那個球隊贏退 例如說在西武 或是在光刀椅子 結果他們馬上又回去當教練 這個對他們球員來講 就很有幫助 或是對巨人來講 就很有幫助 等於臥底 臥底的意思 臥底啦 我去巨人看一下 我去巨人看一下 我去西武看一下 原來人家是這樣練球的啦 人家的缺點在哪裡 優點在哪裡 誰 誰 在新聞上有說 他其實對於 廣島怎麼會強 其實他自己也很好奇 所以他很心難接受的 決定 決定就是到廣島走一趟 對 對 我們現在聊天室 有人聊到小九寶的問題 小九寶我記得是無常 無常給 無小小巨人 就是說 等於 那個時候大龍沒有錢 可是小九寶成績打很好 他可能需要五億還是多少錢 很高啦 那 那 小九寶他基本上 他是那一年 他有受傷 他那一年 他那一年他有受傷 可是小九寶成績 小九寶真的很貴 對 他真的很貴 合約很長很貴嘛 已經沒有辦法 預估 小九寶的傷勢到底 對 明年還有辦法受作用 這樣子 對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 當然大龍本身財政就惡化了 所以乾脆 所以乾脆 就送給巨人 真的就是無償 他是無償的嘛 無償送給他嘛 也不是說把 把小九寶自由球員 然後讓他自己去找球隊 也不是這樣 他就是 等於此地你要去巨人 對不對 我記得應該是這樣 對 而且沒有錢 也沒有換任何球員 這很奇怪 對對對 私底下有沒有給大龍錢 我不知道 但是 據說是無償 對 無償才不用扣稅啊 對對對 私底下怎麼做我們不知道 那另外還可以聊一個 就是我比較熟悉的 就是 薩波羅 大村山狼 大村山狼 去到巨人 他是FA過去巨人的 那到了巨人之後呢 他是FA 他是交易 他是交易 交易去巨人 交易去巨人 他到巨人以後 其實打得不算差喔 就是有發揮他原本的那個 在羅德隊的這種感覺 可是羅德的老闆就震怒 然後羅德老闆震怒說 欸大村山狼這麼好的球員 為什麼會去巨人喔 結果最後大村山狼FA的時候呢 又 羅德隊是用FA的方式 把他拉回來 羅德的 對 所以要賠償的喔 要賠償的喔 但是 因為大概 那個時候的制度好像 跟現在又不太一樣喔 反正 大村山狼 應該在巨人只有Rank C而已啊 對 沒有沒有那個時候 有沒有算這個我都不太清楚 我都不太確定 有沒有算什麼等級A等級B等級C 我不太清楚 反正不管如何就是 巨人隊 他到了巨人隊 是交易過去的 用很爛的交易啦 超爛的 就是等於送過去 然後送過去以後 他用FA回到羅德 那羅德是要付錢 等於像冤大頭一樣 付錢給 賠償給巨人這樣 然後大村山狼又回來 所以 所以這本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喔 但是 但是 當然我 站在羅德的名利場 我覺得薩波羅 回來也是非常值得啦 而且 而且他 未來也是一個 很有力的監督人選 這是題外話啦 對對對 對 對 好那 那當然就是總結來說 就是 我其實我跟一平兄還蠻驚訝的 就是巨人可以做到FA選手 和年輕選手做為主體 對 基本上他就要做一個 世代交替的一個決心 大家可能覺得說 對啊 巨人買了這麼多選手 又通道紅支 又是贏人狼 又是玩家號 又是那個誰 欸 他就是 基本上來講就是 也是一直在補槍啦 怎麼算是在世代交替咧 可是巨人其實他的 他的做法就是這樣喔 就是 他把 就是他把那個什麼 他把那個什麼 他把老將的位置填出來 然後呢 補上年輕的 讓年輕的選手來做競爭 那 奪冠 的主要任務 就是交給FA球員 加上看 目前巨人重生帶的主力 反正他意思就是 老將我不要了啦 老將沒有的缺 你年輕人 就是自己去競爭 看有辦法針得到 他針得到就是你的 這樣子 那個 原承德呢 他現在呢 重新接巨人隊嘛對不對 他 當然啦 巨人隊是每年都要拿冠軍的啦 不過我相信第一年 第一年是比較沒有壓力齁 第一年沒有壓力 他總是要為未來著想 好例如說 他要打造一個王朝嘛 可能要連續三年五年都要拿到冠軍的話 他現在 就不能把長野久異 不能把內海哲也放在眼裡了 因為長野久異跟內海哲也 尤其是內海 一定是三年五年後 一定是不能用了 長野可能是三年後可以用 五年後大概也不能用 所以他不要這樣 他要的是鋼本和珍 他要的是金春姓貴 他要的是 呃 版本永仁 版本永仁 那個時候就是老將了啦 但是他是一個 非常好的老將 就是這樣子的情形 他要的是這樣 而不是要這些 長野久異啊 內海哲也啊 甚至於龜井啊 這些球員 甚至於阿布啦 他可能都覺得 沒辦法這樣子 再繼續 讓他們 有機會啦 他們 他們待在去的也沒機會 對不對 他可能是這種想法 好 所有的監督第一年上來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動作 就是說 他把 他的規劃 三年五年內的 如果說 三年五年要拿冠軍的話 他 三年後到底是哪些球員要拿冠軍 哪些球員 待著只是 會讓球隊戰力不會增加的話 他可能就 會希望把他拿掉啦 是 大概是這種感覺 像楊代鋼 為什麼 元監督好像很重心 他可能認為 楊代鋼就是 三年五年內 還是可以 會很強的球員 那種感覺嗎 31歲啦 還可以 還可以啊 楊代鋼這兩年表現的 不是 到很理想 但是 可能元人的還蠻欺藏楊代鋼的 我覺得 我會講說 楊代鋼是打三棒 那我覺得應該 都多少都會有期待 對 而且 他第一歲 還可以再打個三四年 沒有問題 對 對 好 那 還有要補充的嗎 已經十二點了 我們的節目太長了 好 你看 我一個人單口相聲的時候 都可以講到十二點 我們兩個人要講的時候 哇不得了 真的講到天亮都可以講 好 以後我們 可以常常 我們每個禮拜都播嘛 好 我們可以常常請 彗星哥來上節目 然後我們來討論 討論巨人隊 或是討論日本職棒 好 甚至於 討論一下足球也可以 足球小將一 我來邀請你來討論一下足球 哈哈哈哈 好 我有在看足球小將一的動畫 2018 真的喔 唉唷不能在這邊聊 在這邊聊會被公幹喔 不能在這邊聊 在這邊聊會被公幹的 我們禮拜五再聊 哈哈哈哈 好 好 那以後如果說 看什麼 你喜歡討論什麼樣的日本職棒的話題 你就可以留言到 在那群組或是私訊跟我講 或是說你在聊天室裡面討論 那我們 我們下次就會再來討論 好 那我現在呢 一樣再次 在 我們現在就謝謝 會心哥 會 會心就是 謝謝謝謝 呃 會心要怎麼 會是哪一個會 會心的會 劉心的心 好 那我們就謝謝 會心哥今天的討論 好 那 那個 OKOK 我們就再繼續進行下一個節目 我們今天還有下一個節目 很快把它講完 好 好啦 那我們現在這邊就先切斷囉 好謝謝你 OK 掰掰 哇這聲音有點大 等一下喔 好 結果呢我們現在 還有一個節目 因為 因為我討論這個 台灣職棒啦 台灣職棒 那我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 我們 周六中職業這個節目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 陳志遠跟謝家賢 他們的差別 好 陳志遠跟謝家賢在 中華職棒都是打得非常好的球員嘛 齁 但是呢 陳志遠 呃他的部分呢 就是說 我們 我們大家都知道他 他可能有射賭 齁 那他的射賭的部分是這樣的 就是說 他是 我記得沒有錯他應該是有 被法院認證 就是說法院有判他啦 判他 雖然說可能是緩刑 不用被關 齁但是呢 實際上呢 他是 2011年6月30號 經過板橋法院 一年四個月的審理 陳志遠一審 被判兩年六個月 的有期徒刑 然後再罰 350萬的法金 齁 所以說 陳志遠呢 是被 法院認證 他有打假球 齁 並不是我講他有打假球 我不敢講他有打假球 但是呢 法院認證他 有打假球 齁 所以呢 大家就覺得 對他的觀感不佳嘛 齁 然後他 又很 又很愛炫啦齁 就是說那些節目啊 電視節目都喜歡請他 跟他老婆 去講一些 講一些 上節目嘛 聊聊天上節目這樣 那當然有的時候 可能會聊到棒球的話題 齁 可能是有的時候 不會 有的時候可能就是 講一些風化雪月齁 也OK 但是我們 對於球迷來講 我們實在是很受不了耶齁 齁 為什麼我要看到一個 射賭的人 趴趴走 齁 那種感覺就很不好 齁 那 最近有一個陳志遠的新聞啊 就是說陳志遠他跟他老婆在吃 青州小菜的時候 有一個人一直盯著他看 他大概是喝酒喝很多 才會去吃青州小菜這種東西嘛齁 所以 所以 他就 他大概久還沒醒 他就 去抓著那個人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哇 那 網友就爆炸了齁 網友在下面就回覆說 我知道你打假球啦 mein 我知道你怎樣啦齁 對不對 大家就是很不爽 可是像這樣的人 因為 我們的射賭 的部分齁 ventilation 是背信罪啦 幹嗎的那些東西 其實他們判到最後都是判緩刑 那就是說 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齁 判緩刑 那ления也不會被抓去關 那我們也拿它沒辦法 講真的齁 那 他有很多 刺激 這個 這個陳志遠有很多刺激 那 反正他被 被法院認證他是一個打假球的人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人 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是謝家賢 謝家賢是比較可憐一點啦 謝家賢也是拳尾打王 從納魯安到中華職棒也是拳尾打王 也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但是呢 謝家賢呢他 他其實當然那個時候行為也是不對 就是說他可能主頭 就是主頭約他去酒店喝酒啦 大概是這種感覺 當然裡頭一定有妹妹陪嘛 妹妹陪嘛 所以 所以他就 被人家講說這樣子行為不解 但是呢 法院是認定他沒有 他沒有放水的 法院認定他沒有放水喔 法院認證謝家賢是沒有放水的 因為 因為找不到任何證據嘛 好 那我就認為謝家賢沒有放水 然後謝家賢呢因為 他跟主頭上酒店之類的動作啦 所以被球團開除 那開除之後呢 他就很長一段時間 他都沒有做棒球相關的工作了 他 他是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資料 他是2010年的 2月10號呢被 那個 檢方沒有起訴他 是不起訴喔 不是緩刑喔 不起訴 不起訴表示說 你應該沒有 你應該沒有錯啦 不起訴 所以結果 但是呢 因為 cow受接受付不法的招待 所以呢 也被 match財 被職棒处明 謝家賢不是拿錢不辦事 他也沒有拿錢 有的人拿錢不辦事 有的人拿錢不辦事 曹菱輝好像是拿錢不辦事 我不曉得啦 我沒有講喔 沒有講 Kong Kong我怕被告 我怕被告 反正他不是 他只是跟主頭出去玩阿 大概是這樣 那他也不知道這個人是主頭 或是這個人要求他放水,他不知道嘛 所以我就認定他沒有放水 那他也沒有工作了,工作也丟了 丟了以後呢,他從2010年一直到2016年 他都沒有從事棒球相關的工作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人其實我覺得,我就對謝家賢,肅然緊盡了 因為他雖然其實他也是沒有被起訴 所以他其實應該是沒有犯罪啦,沒有錯啦 可是他知道別人看他的眼光是不好的 所以他就沒有出現在球迷面前 他沒有說讓我們覺得說一直出現一直出現 他出現他那個 當然他有出一張唱片啦 叫後一粒好球,後一粒好球 這樣子 但是呢,當然那個唱片沒有賣得很好 但是我印象他就有出過唱片 但是他並沒有像陳志遠這麼囂張嘛 這麼壞嘛 這麼讓人討厭啦 他整體來講都還算很低調啦 很低調 所以我們拿陳志遠跟謝家賢來做比較的話 我們就可以感覺到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有的人做錯事還可以這麼高調 有的人沒有做錯事 可是他心裡面覺得愧對球迷 他可以是這種情形 這是不同的人的品格就是不同 好,這是我們今天想要討論給大家 給大家思考的一件事啦 那另外還可以討論一件事就是 那個陳鴻文 陳鴻文這個球員 我要搜尋一下 我確定一下 陳鴻文呢 曾經在電視上面被某個名嘴 陳鴻文在2017年的時候呢 被富邦說不續約嘛 不續約 2017年底的時候 被通知不續約 然後結果呢 就有人說他是 放水 有人說啦 在名嘴 有個名嘴 而且這個名嘴的名詞還跟我很像喔 也是叫陳鴻什麼 好,那 我看到這個新聞我嚇一跳 我在想說會不會有人誤以為是我講的 誤以為是我亂講的對不對 誤以為是我亂講的 其實不是喔 因為那個人不是我 那個人不是我 就是說有個人在電視上面說 謝嘉賢放水 然後收了多少錢 但事實上他就是聽別人講 因為我們這種放水消息常常都聽別人講 我建議大家聽了別人講之後 我們不要自己再講出去 就像你聽了 Kent 聽了一品熊講 放水消息 你就不要再講出去 因為再講出去 就是你的錯了 那我也沒有講誰放水 我都是法院認證的嘛 那陳鴻文 有人說他放水 但事實上 並沒有任何證據 也沒有任何那個嘛 而且他 我這邊看Wiki這邊寫 2018年他又 2018年他又跟富邦簽約了不是嗎 我不太確定 因為中華職棒的部分我沒有跟得很緊 但是呢 我們不要隨便說 哪個球員放水 好不好 除非他已經被法院認證 被法院認證了 我們就說 某個法院 某個法院在某年的時候 曾經說 就是 一審宣判他有放水 那就是有證據的嘛 那如果一審宣判他不起訴 我們就當作他沒有做過這件事 好不好 我今天想 今天看到這些新聞呢 有這些心得 我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說 這個 陳志遠跟謝嘉賢 的不同嘛 那當然我個人 看到謝嘉賢的現在這種表現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好不好 如果是日本職棒 像是 有的球員吸毒 江夏風神經吸毒嘛 那也被關 然後關了好幾年之後 放出來 他也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讓人家覺得說 他洗心革面了 他才回到了球界 可以去交交球啦 然後甚至於 可以在遊戲裡面當一個人物啊 我們都 我也有 我自己也有江夏風嘛 所以 所以 你要讓人家 你如果做錯事情 不管輕鬆 你總是要 給大家 看到你 誠心改過嘛 而不是說 你 你做錯事情 你還覺得 就是我倒楣嗎 別人都是這樣 然後你都沒有誠心改過 所以 所以才 所以這樣子 我感覺的 就不對了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謝嘉賢跟 陳志遠的差別 就在這裡 好 今天呢也播到 十二點 十分了 那今天呢 跟 惠心哥 聊 日本職棒也聊得很開心 下一次我們再來看 找哪一個 那個 特別來賓 來跟我們一起來聊 日本職棒 好謝謝大家 晚安 掰掰 感恩 掰掰 跟我們有一個 超級可愛的 也看 好 好 我 好 好